非常漂亮 目前加世替补危机杀的 星星替补治疗师 小手冰凉 很快会加入战场 接下来 就交给大家了 霍晨 你辛苦了 直接星星一击 带着黄身影 星星爆发 耶 不愧是野青大师 耶 星星再下一筹 已经拿下三个人负责 即便 一片打 接下来 就交给我 那么目前星星场上还剩五人 加世只剩三人应战 星星的枪炮是小枪 放弃远程优势 用一换一的方式 带走了加世的神枪手 争取到了极大的时间 可以说这一局 小枪已经形成赛点 再加上军末校及时赶到 帮助团队完成 对加世质量的击杀 现在加世连时三日 处境可说是相当不妙 可是萧队为什么把两个主力 都送出去呢 如果不是送出去两个主力的话 加世拖不住野球 只不过萧队以为 制胜点在野球身上 却没有想到 星星的其他队员成长得这么迅速 就连星人乔一番 也可以独岛一面 小时钦 你看你也没收多少钱 要不然直接打基基的 夜队开心就好 行李卫突然停住了 难道战术大师还有什么底牌吗 局势太过紧张 任何操作细节 都可能让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自爆 快退 瞬间爆炸 是自爆 小石青这一手让局势直接逆转 实在是太精彩了 之前的积分再加上内台赛的积分 使得星星至少剩三个人头 才有可能获胜 韩炎柔一寸灰 包子这么轻 都是残血 生灵灭的自爆 若是能将三人一拨带走的话 那么家世就会提前赢到比赛 我们看这个自爆到底效果如何呢 一寸灰被淘汰 包图乳清被淘汰 还有血量只剩百分之五 是怎么活下来的 一夜之秋正在紧追韩炎柔 一夜之秋起身拦截 散热革战斗法师 对抗另外两名战斗法师 加世在全力输出韩炎柔 韩炎柔血量只剩百分之五 星星背水一战 唐柔 还剩两分五十八秒 必须短命 必须留三人 子达 必须坚持住 明白 冷却 飘 露露传心心中陪勇 西股同时啊 菊梦上回恶术 还有几次的一只血皮掉的又生啊 维持在百分之一 艾盾王战法 之间的韩雅荣在残血的情况下 丝毫没有放弃竞争的机会 进去出手 这现在咱们赶快拿下 君莫乡一边在与对方交战 一边需要寻找机会给韩雅荣加醒 也只有夜秋能够硬和地过来 但是现在秦莫乡的治疗技能 都在毒条中 看来这次他是救不了韩雅荣了 这下子谁都救不了你 你也追求鸡肥韩雅危险啊 竟然还有百分之一的血量 怎么可能 是小手冰凉 星星替补治疗师关键时刻 终于赶到了 诸位 就等了 都很有必 at 幻影 辐乡 你也会取舍 的 他们正寻找 曲子 火 火 火 之前 火 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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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面先锁育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星星团灭佳世获得加分 也依然会以一分之差败北啊 也就是说 佳世已经提前锁定了冠军